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化试点特别制作青年人专辑 做木匠 做音乐 做喜剧 他们是在挥霍青春还是在实现梦想 瞧你设计的窗户 你是用来专门上吊用吗 就是想带给大家快乐 有汗水 有痛苦 有欢乐 追梦的路上 他们到底积攒了哪些青春的智慧 重要是一颗虔诚的心 让我的家人 我周边的朋友 都因为我而快乐 文化试点 敬请关注青春的智慧 他拥有乐队主唱 设计师 策展人 杂志主编 诗人等多种身份 他涉猎多个行业 绘画 摄影 音乐 策划等各个领域 他就是乔小刀 就是我觉得身份特别难介绍 就说那我是音乐人吧 乔小刀本名乔守民 不过那是他当农民时的名字 当他是设计师的时候 他叫乔小刀 当上歌手以后他叫乔西 他在不断折腾中找到了自己 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 我才发现我才真正的实现了我 小时候那种童年那种乐趣 这个梦想我的实现我觉得非常难 使我要放弃很多很多条件 才能够实现起来 从我个人自发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意义很大 我把它当作一种学习 就是自我的一种修行 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一定能够在过程当中得到快乐 我每天都问好 如果那个时候 我要牵着她的手 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穿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件作品是一个木头冰箱 我用有颜色的木条和没有颜色的木条 拼合在一起成一个门 然后找了一个64年代的老的一个拉手做成拉手 打开之后就是一些绿色的物件 大家可以想象是冰块就好了 因为这个冰箱一旦没有变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储物柜 第三个作业就是一个梳妆台 女孩子都应该知道梳妆台是干嘛的 成型之后就是这样子 这三件作品都被卖掉了 因为我故事讲得好 尤其是展示了自己做的过程 所以卖的价格很高 这样我就有了一些收益 这就是我在大学时代的一些生活和一些成就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高中 我的高中就是让我学到了 让我去如何去找素材 去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做一些地气的一些实用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念过高中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恋爱 我在高中也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但是我难以启齿 不好意思跟她讲 我就找人打听 发现她喜欢咖啡馆 我就用我在高中学到的技术 我就找了一个12平米的小屋 我一个人花了9天的时间 把这小屋做成了一间咖啡馆 谢谢 谢谢 在哪 在哪 一会再说 那我们这个咖啡馆怎么做出来的呢 就是先这间空屋子 先去做墙面 四个墙面 因为我想象的素材组合方式是 一个空间一定是由六个面组成 先做四个面 然后再做下面 再做地面 再去做吧台 做这些家具 储物柜 或者是灯 做桌子 做椅子 然后再去添加一些植物和一些旧物 让它变得更有生活气息 这就是咖啡馆的外边 外边我就收集了一些流浪的植物 我对那些植物就是讲 它们 我觉得它们也很不容易 有的黏黏的 有的没有人浇水 有的被主人扔掉了 我就把这些植物都搜集起来 放在前面那个小花园里 默默地等待 一个结果 并不怎么美好 但是他给我送来了 吃的东西 我也觉得挺温暖的 因为他给我送来了一道菜 叫萝卜炖白菜 同时还送给了我一块布 这张桌布 他说这张桌布盖在这个桌面上 生活看起来会更温暖一些 后来最终的咖啡馆的 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看起来温暖多了 这就是我的高中一场失败的恋爱 那么我的初中 初中就更幼稚 既没有技术 也没有什么能力 那么我就想办法去找老师 老师就是我的兴趣 因为我喜欢这个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我最好的老师 他会给我一个方向 方向就是你的兴趣 工具呢 就比如我喜欢东西 你肯定要买一些工具 哪怕是电脑 哪怕是你你手上的一把豹子 都是你的工具 它是你的好帮手 还有一种一种老师 就是教科书 你没有书 你没有书你去哪里知道这些东西呢 那么我就把百度当成我的老师 有一天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人 他在路边卖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 这些豹子 我就花了几百块 把它全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放在我的工作室 我把它们当成我的好朋友 因为他们是将来会成为我的帮手 刚才提到了工具 我重新归类以后 让他们安一个新的家 他们不用在四处奔波和流浪 让他们将来为我在做事情的时候 让他们发挥他们自我的能力 刚才说到了素材 工具是你的帮手 百度的知识是你的教科书 剩下就是素材 我就找到两块板 这两块木板我想做什么呢 我想做一把古琴 那么古琴的特点就是需要两块木板 把这两块木板中间掏空 然后把它粘起来 就是古琴的样子 按上琴弦 就是这样的古琴 刚才是说什么初衷吧 那么现在下面该说什么 小学 既没技术 也没知识 也没有能力 所以我就用 六个搓一把 做成了一把椅子 这把椅子这样的 现在说我的幼儿园作品 幼儿园大家知道 也就叫做幼稚园 就是所有的想象和你的动手 都是天真无知和无邪的 在我幼儿园状态的时候 当我面对一块木头锯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是这样子 还以为像 就像纸片一样 用剪刀就可以轻易地剪开 所以在幼儿园的时期 经常碰到一些疑问和被人的质疑 比如说我用一些石头 把这些圆形的石头 一块块粘起来的时候 就会受到质疑 这个老爷爷就说 你这个熊孩子 没个正经事 把石头蛋的粘起来 你是要卖糖葫芦吗 然后还有人说 说你真是太幼稚了 为什么呢 瞧你设计的窗户 你是用来专门上吊用吗 我当时听了特别不理解 我就问他 怎么能去上吊呢 他说 他说我给你演示一下 他把脖子卡在这里 我发现真的像上吊 刚才的故事 就基本上 就讲完了我的 整个学习生涯 大学的三个作品 高中的 咖啡馆小屋 初中的 古琴 小学的 我们叫他做搓一板板凳 幼稚园就是各种各样的碰壁 很多事情我都是做的 不那么好 但是那都是我的曾经的经历 因为那也是我最好的学习过程 梦想特别大 我把它解释叫做做梦的想象 都是不可实现的 只有你去勇敢的面对现实 去接受这份挑战 才有可能实现你 想要的那个目标 或者是叫做最终 最后靠近我们人生想要的那个果实 那么我就开始觉得 我怎么样升级我的梦想 很简单 就是现在是自行车 怎么升级梦想 就是加一个轮子 我变成了这样以后呢 我发现我 真的是升级了很多 我去的距离又远了 我拉的东西又多了 然后我实现起来的时间又缩短了 那我还想再升级怎么办呢 对 再加一个轮子 我就开始造汽车 汽车我想 我学了那么多好的知识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的 就我想象的就是 撕个轮子 做一个棚子 里面放上电机 有方向盘 不就能开了吗 但是没有想到 做一辆电瓶汽车 竟然是那么的困难 它不光光需要你有知识 和有技术 其实最多的就是需要 你的勇气 和对困难的挑战精神 甚至是你对团队的合作 车子一天天的长成我们即将想要的样子 一直到变成这样子 那一刻它已经上路了 大家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真的能开了 已经上路了 可能很多人想象了我是去 去开这车 去炫耀和兜风 说实话 我那一刻想到的就是 我的袜子已经漏了很久了 我需要去买双新的 我是谁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是你们 每个人 自己 我的这些快乐的小小DIY 的确是给我带来很多 有意思的人生 我大学学到了是 其实就是营销 去如何让你的作品增加一些故事 去增加你的感染力 我的高中学到是我的真诚 是我用爱心 去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的初中学到了就是我的技术 用知识和素材 去如何表现我的一种组合形式 小学学到的就是思维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技术和能力 只能去想象 在能力弱小的时候 如何让自己的思想变得强大 到了幼儿园 就是莽撞 似乎就是一种纯真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将来有取得什么样成就 我觉得最初的那个心 我是不能忘却的 一直到现在 我发现我学了这么多东西 往往最纯真的那一刻 就是我小时候 在幼儿园的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 即便是被人质疑和被人否定 我发现它 就是我现在此时时刻 最想要的那个状态 无论是 面对现在的浮躁 困难 只要有那颗 纯真的心 就不会迷失方向 即使是 大物已经看不清远方 但至少能够找到你自己 我只是用一个故事去编造 说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这样 这都是刚才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去年 一年的时间做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我分享这些小故事 只是在 在给各位的观众做一些 做一些分享 就告诉大家 其实是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还是比较美好 只是我们 眼见的那么多困难 看你自己有没有勇气 去改变你这些束缚 和条条框框 去 去让你自己觉得 你心目当中 想象的那个东西 能够逐渐实现出来 我没有这么多身份 其实我觉得 我一直就是一个职业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行动派 我想到的事情 立刻去做 绝不耽误一天 哪怕我在 在我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失败了 我就会重新反省一下 告诉我自己 其实 总比你每天想象 但从来没有去实践 好得多 我做过的事情 就是这么多 谢谢你们 掌声有请 演讲嘉宾 张成小脸 你时常感到 来自生活的压力吗 你听说过 减压戏剧吗 像我们八里头的女孩子 就是跟我讲活的彩配 每天只在乎every day 要人类 要人喜欢的 基本的节彩配 我也想要出事 我们的独发团费 我们的朋友就是 江江湖 今天晚上 我又加班 加班很晚 然后咱们先回家 还是碰到 上海的那个夫妻 她还是不敢拉我 然后呢 然后她说 大姐 我都给你烧起来 你还懒呀 不是为了钱吗 不是为了力 谁还是上天赐给我的 又是我黑 这是一个人生 快乐的风产 他们希望通过笑声 来采取都市人心头的苦闷 与压抑 我叫张成小勇 在部队待了20年 然后到了社会上以后 我们就认识了 我的合作伙伴雷和 我们俩共同创建了 原创建家百姓喜剧 每天的任务就是 送大家开心和快乐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 刚好我是 表演是我的梦想 是我一生的追求 那么戏剧 又是我用这种 开心的形式 来打动观众 和让观众接受 我的一种最有利的方式 所以说我觉得 我是一个最幸运的人 谢谢 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感谢 我真的希望 这个笑声和掌声 一直延续下来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张成小勇 我首先我就想 告诉大家的是 我就是想带给大家 开心和快乐 我就是希望 今天咱们这段时间 在这短短的 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里 大家真的配合我 要开心 要高兴 首先我想说的是气场 气场不是说 我是一个演员 我的气场有多十足 而是大家应该想到的是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 当你不开心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都会由于你的不开心 而不开心 甚至于远离你 但是当你开心的时候 你成为你生活周边的一个开心果的时候 你就所有的好朋友都愿意在你这分享 所有的家人都会因为你的开心 而让自己也会开心 让你在外边好好的打听 好好的闯事业 让我们在家里好好的生活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气场 就像我们雷子勒校工厂 现在抛出了一个广告话题 我在北京是做小剧场话剧的 小剧场喜剧的话剧的 我的品牌的名字叫原创减压百姓喜剧 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感受着 我们在舞台上带给大家欢笑之后 在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开心的结果 在2009年的春节的大年初五 我的公司接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一个60多岁的阿姨 她找到我们之后 她给我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红包 里边放了2000块钱 第二样东西写了一封信 第三样东西 就是她上女子中学的时候 演的话剧的本子 她找到我们说 这些东西一定要收下 因为阿姨已经看了你一年的戏了 第一次看你的戏 是因为当时我非常痛苦 家里因为房子的问题打官司 我的爸爸为此而去世 我的老伴为此瘫痪在床上 我当时觉得生活已经真的是无路可走的时候 突然我在路过你们剧场的时候 看到了减压喜剧四个字 我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就天天来支持你们天天来看 这次呢 阿姨是想 当初我每次来看你的戏的时候 我也想像别人一样送给你们一束花 但是阿姨想了花第二天就蔫了 我还是想想把这两千块钱送给你们 过年了 我们把你们当孩子看 第一压岁钱 第二如果你们拿这笔钱给你们的孩子 给你们的演员买一件衣服 买一个道具 阿姨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说当他把这个故事写在这封信里之后呢 又送了这些礼物给我们的时候 一下子由我们而产生了自豪感 我们没想到我们简单的求生的一种打拼 竟然获得了共鸣来支持我们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 就是我们和出租司机的故事了 这有一次我在鬼街这个地方 到八夜剧场演出的时候 我搭了一辆车 我上了车之后的我就催着师傅 我说你赶紧的赶紧的 我那边要演出了 那边要演出了 您帮个忙 尽快尽可能的把我送过去 然后呢哥哥就开始跟我聊天了 说哎哥们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做话剧的 他说啊 做话剧 现在还有人看话剧 我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那年轻人的气声就来了 我说我就不舒服了 我说大哥 你看来你很久没有看过话剧了 怎么样 我请你去看话剧怎么样 他说哎呀 我不去 那都是文化人呆的地方 我还看话剧 我欣赏不了 我可不去 我说你这样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 北京的这个小剧场话剧 发展成了什么样子了 我说你们走进去看一次 我说我请你去看一次 他说那行 我真的能看吗 我说能看 他说那我能不能有个要求 我说什么要求 他说我想带我老伴去看 我说没问题 你来吧 然后晚上七点钟 我就在八一剧场的门口 等候这个司机大哥来看我的戏 远远的就看见两个人过来了 那个时候是八月份 但是这个司机大哥呢 穿了一身毛泥的西服 然后他的爱人呢 一看就是从侠出来的 那个有褶子 还有张老球味道的那个毛衣 我说你干什么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他说兄弟既然请我们来看了 我一定要穿出一个样子来尊重你们 也是尊重我 看话剧不就得西装革履的 你看我老伴没有西装 没有办法 我就找了一个大红色的毛衣 虽然说厚了点没事 我们不怕 我说你赶紧脱掉 赶紧脱掉 我说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 那种话剧的表现形式了 特别是小剧场话剧 是互动性大于欣赏性的 一种表现形式了 我说你们像家一样的 自如在这待着就OK了 赶紧脱赶紧脱 他们就把个衣服给脱了 然后进去看了 演出完了以后 最后我到门口 又去迎他们的时候 他就拉着我的手 他说兄弟 你们的戏太好看了 这样吧 我以后还来支持你的 但是我不让你请我了 我会带着我的出租哥们们 一块来捧你的场 一块来支持你们 其实快心和快乐 就这么简单 短短的两个故事 讲起了我的 所谓的浪漫幸福的时刻 我们的目的真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大家 走进我们这个家里之后 在这一个半小时里 哪怕你稍稍的减减压 暂时的忘掉你的不快 这就是我们全体 演出人的最大心愿了 所以说当我们的演出 结束之后 当观众自发的 走到舞台上来表白的时候 来真情互动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收益者 就是我们了 在我们的剧场里 曾经接待过 92岁的老人 在舞台上表白 爱情年龄 长达60多岁 上了舞台以后 他说 你们让我们说表白的话 说肉麻的话 我们俩这么大年纪了 我们根本说不出来 但是今天我只想当着大家的面 对我老伴说一句话 那就是 老伴 你放心 下一辈子 我还娶你 其实在我们的剧场里 还有很多了 刚才我说2900多场了 每天晚上都有表白的观众 大前年的国庆节 演出完了以后 上来了一对夫妻来表白 然后这个男的就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分享了几个故事 他说 我想当着大家的面 给我老婆说这么一句话 说老婆 你放心 以后你和孩子的幸福 就落在我的肩上 当时所有的观众都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鼓励他们 掌声响起了好长时间 但是 这个女人又说话了 他说 以往你们的剧场里 都是男人向女人表白 但是今天我想打破一下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了一句 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 老公 你也放心 我已经做好了 和你一起还房贷的准备 不许说 我爱你 我喜欢爱你 对吧 第二 让全场所有的观众都听到你说话 来 手要的 让他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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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生天救了你 不爱你 当一对夫妻发出这样的呼声 给彼此承诺的时候 我坚决相信他们的心都是温暖的 也只有在都市里才有这样的人 才有深深的体会 所以说当我们的房价涨不涨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到底好不好也讲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个人 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快乐 我们能不能让我的爱人 我的亲人 我的家人 我周边的朋友 都因为我而快乐 我希望今天给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咱们能不能是爱人的 你们就爱人 是好姐妹的就好姐妹 不认识的咱们就握握手 好不好 咱们来一次 感受一下 分享快乐的 真正的行动 就近的 拥抱一下你这些周边的朋友 或者握手也好 或者我们都感受一下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是一支神秘而美丽的乐团 他们的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古老而神秘的风情 他们让蒙古族特有的马头琴 乌迈以及长调 发出了极具现代感声 他们的音乐 始终给我觉得它是身体的一部分 好像听他们的音乐就觉得你自己的身体就是大丁 你自己的血液就是河流 你自己的眼睛就是蓝天 大家好 我们是哈雅乐团 我想做哈雅乐团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 我想做这样的一个音乐 我想把这种传统的东西给它一种新的学业和生物乐 现在听起来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心态 我们有几个是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一直做音乐 然后把我们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 我们得走一条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的路 这是我最大的一种存在感 其实我们都是时间的一个过客 那我想最有意思就是我们经过了很多年 别人回忆起来说 这条音乐的道路上 曾经有一个哈雅乐团 他们在历史的脚步留下了一笔 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音乐存在的一笔 掌声有请演讲嘉宾 哈雅乐团全顺 大家好 我叫全盛 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我的乐队介绍给大家 下面有请我们的哈雅乐团的成员 我们的主唱 戴清塔纳 她来自美丽的青海湖 青海 戴清塔纳 一位能歌上舞 具有天爱之声的才女 她用来自心灵的力量歌唱 将哈雅的音乐带进了一个无尽宽广的世界 我们的吉他手陈希伯 陈希伯出生于内蒙古克尔沁草原 自幼随父亲学习马头琴演奏 2006年加入乐团 担任马头琴 吉他演奏及歌手 这位我们的舞手宝音 那他也是我们的呼麦手 今天趁这个机会 让宝音给大家呼麦一段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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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宝音 下面介绍我们的贝斯手来自法国的Erik L'Apanzo 我们乐队就是我们五个人 那我们共同给大家表演一首曲目好不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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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音乐 我想讲一讲我们哈雅乐团的创建的这个经历 1986年我是在内蒙古艺术学校上中专 当时他们都说全身是一个特别淘气的 不安分手起的这么一个人 后来就是艺术学校毕业以后 那我就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然后在音乐学院毕业后就当了老师 那当了老师以后呢 我就用我的马头琴 就是不安分手起的尝试过不同的领域 你看我本身是传统都不用讲了 十几年跟我的老师学习蒙古族传统的马头琴 那我用十年的时间又跟交响乐跟腾格尔我们创建了苍狼乐队 你们听到的腾格尔里面天堂的马头琴都是出自本人之手 然后还有我跟德国的音乐家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民族音乐跟爵士音乐结合的这样一个乐队 高山流水 当年的叫老罗的现在还活跃在我们中国的艺术舞台 尝试了不同的领域以后 我觉得这种方向都不是我要表达的一个概念 总觉得缺点什么 所以我在七年以前我成立了哈雅乐团 其实我一直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就是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那我要走什么样的路 才是真正的我们自己要走的一个民族音乐的方向 我是来自草原 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草原那样一种厚重的一个蒙古族的文化 那么我又想做的音乐呢 我想一定要跟我自己的文化跟我的土地有关系 而不是因为模仿别人 比如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那怎么样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 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带着这种问题成立了哈雅 但是开始的时候特别的艰难 有一次我们在天津 好容易找到一个演出的机会 那我就带着我的乐队就去了 去了以后调了一整天的音 终于到晚上可以演出的时候 我一上台 整个舞台是黑的 然后说你们来的时候没付灯光的钱 所以灯光是不给你开灯 然后就在这个我在舞台上还要解决灯光的问题 灯光好容易开了 我一拉第一个音 没有声音 再一看 我们的音响是在擦汗的 在下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调了一整天的音 等它出去抽根烟回来的时候 那个调音台就变成了零 全数字调音台 所以我们的音乐就带着那样 没有灯光 没有这样声音的演出就开始了 后来我想要是有一些宣传的机会就好了 所以我们排练好了以后 我们参加一些晚会 但是这个晚会的摄像师 就在寻找我们乐器的过程当中 节奏了我们的音乐 因为我们的乐器是很少见的 比如说马头琴 他不知道是在马头琴发出声音 我们的乐队里面还有呼迈 蒙古族的呼迈 所以他正在找人的过程当中 就这样 我们的音乐就结束了 我们传统上有一句话 叫十年磨一剑 我想做一件事情 我想用十年去做这个乐队 我们刚刚七年 那走到今天呢 我们是出了六张专辑了 我们每一张专辑都获得了大奖 比如说我们的狼头疼 获得了第十九届金曲奖 最佳跨界音乐奖 我们的寂静的天空 获得了最佳民族音乐奖 最佳世界音乐奖 我们的千玺 获得了台湾第二三届金曲奖 一路走来 生命有它的轨迹 有的时候我就想 是什么让我们有这样幸运的 能走到今天 我想是 除了我们的努力以外 更重要是一颗虔诚的心 所以我想 趁这个机会 给大家 点赋一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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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盛戴京卡纳 陈希伯 宝音 艾瑞克 他们因为对音乐的共同追求 而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音乐 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气质 幽远宁静 洗涤心灵 他们将古老的民族文化 与世界文化碰撞 在这个当今 水移浇注的都市聪明都 发出对自然的呼唤 用真诚和爱 全训的对世界的热爱 从草原到都市 从中国到世界 从寂寂无名到被人喜爱 他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做音乐 用音乐与灵魂对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直就觉得 就是自己活着 一定要让自己 每时每刻都要开心 原则就是肯定要 想尽一些办法去打破 现在现有的一些环境的束缚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局限 然后在这些局限范围内 我去创造自己的一些小快乐 在我们看似竞争社会 比较严格的这种条件之下 每天的压力都非常之大 你可能会面临着 房子的车子的问题 家庭婚姻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开口笑 只要你能笑 无论是什么样的笑 大笑也好 或者甚至于淺淺的微笑 你都会温暖你周边所有的人 把这种传统东西 给这种新的学员和声音乐 听起来更加贴近 现代人的心态 然后这样一种概念 在慢慢地 对别人接纳和理解 其实这都是 我们都是时间的一个过客 那我想最有意思是 我们经过了好多年 别人回忆起来说 这条音乐的道路上 曾经有一个哈亚乐团 他们在历史的脚步 留下了音乐 我觉得这就是 我最大的一个存在的音乐 疾病 痛苦 生命的尽头 他们以独特的体验 领略生命之美 误解 矛盾 心灵的碰撞 他们以人心的事 让医学违归原理 急诊医生 儿科医生 麻醉医生 正行医师 五位职业医生 首次从手术台 走上演讲台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特别策划 手术刀下的文化追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后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